庭亚宁 道成林的寻灵端 森林的守护者 大多兔兔 其人性 毋庸置疑 就像辞职屏幕前的弹幕一样的多 他的一些冷知识又或者说彩蛋 你肯定不知道 大家好 我是伍教 你什么时候睡觉 为我帮大家更好的了解庭亚宁 本视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都在庭亚宁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相信他到最后 一定会让你对庭亚宁更加了解 大家有什么觉得比较少人知道的冷知识 以下的弹幕评论说说看 因为他以前 谢谢大家送到一波欧气祝福 就说点赞的兄弟们一发出镜 就说三连的兄弟们十连三斤 每次冲耳中冲耳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感谢各位大耳支持 1.为什么做巡邻员 提案里是教练员的天然学生 但是为什么大力在道成林 做一个小小的巡邻端呢 这点在剧情中特来也有提到的 那是因为提案里觉得 迅迷上太多吵杂 对耳朵不太友好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只是在提案里的语音中可以得知 请提到提案里是因为不满教练院的 行事作风 所以才选择离他教练院 就连自己的恩师都无法代表他的想法 2.关于神之眼 提案里从小就希望自己的神之眼是草原树 不过那时候提案里的想法 则不是为了导研究 而是为了人摘到处的躲着吃 想不到提案里这种学术天才 神之眼的用处和别人都大不相同 别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他人 提案里小时候只是为了人方便当方 3.提案里的种族 薰明觉得提案里的种族 是一个都屁必尸的种族 只是为提案里的同族 虽然少 行踪不定等原因 那么就有小伙伴好奇了 提案里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很容易就得知晓 提案里的命座名称叫做多虎座 那么提案里的动物原型就是多虎了吗 其实单从这一点我们不好下结论 我们来看看多虎的资料 首先多虎有的狐狸中最大的耳朵 我们从提案里的力会 建模都可以探出这一点是符合的 其次是虽然多虎生活在沙漠中 但是他十分害怕炎的 白天基本都在阴冷的洞穴中躲避吐鼠 这一点也是符合的 在提案里的语音中 也表明了自己不擅长应对烈日 最后就是耳朵的作用 多虎的耳朵并不是为了装饰 而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可以用来散热 还可以用来捕猎 以及躲避天敌 所以他的耳朵十分灵命 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在结合剧影中 特来说提案里不愿去教医院任职的原因 也能解释得通 毕竟小脸 蛇 蝎子发出的声音都能听到 更不用说人声了 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但是又要应付教医院 再合适不多了 4.提案里的教导 在陈南园 有着学者名字叫做哈兹姆 他提案里是同学 由于天天被学生问东问西 所以被烦得不得了 最后他学会了提案里的三件套 别动 别碰 不懂 就别问 所以探出不仅哈兹姆被烦得逗呛 提案里之前可能也被学生们烦得逗呛 5.提案里对于教医院的意见 教医院目前通过虚通终端 担握着虚明的知识 教医院的学者们未有一个特体 将简单的问题都复杂化 就像特莱语音中 教医院的学者 都能把不想吃魔都写出话来 而在徐林中 简单的知识也会被复杂化 不被人们所理解 导致这些堆确不能准确地传大 而提案里用最简单的语言 将自己的意思传到到位 这些说明对方的错误 与其中的厉害关系 比田亚式的教学好得多 这同意也是提案里 对于教医院推行虚通终端 不可维持的原因 提案里认为 知识本应该是属于所有森林的宝藏 而不是沦为被管理 被分配的物品 不过作为一个学者 他无法教育率直接探横 只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同意也是提案里这个大学者的烦恼吧 六 沙漠的大斗 提案里小时候 探索自己父辈留下手岛 那年偶端 巴罗加修纳 自己的字可以翻译成 沙漠的大斗 探索这东西后 提案里深信自己是沙漠的大斗 要求自己的父亲去沙漠的时候 带上他 其中还没走出几米 提案里就被热疯掉了 世后他也非常的悲伤 觉得沙漠的大斗在他这一带已经退化掉了 七 提案里神之眼的来历 在教育院 学术会议是家常变化 然而提案里在参加一次会议时 年轻上响 还只是作为一位旁听的学生 但是在讲台上的学者有错误出现的时候 提案里勇胆地站出来 指明学者的错误 他希望错误的知识不要被传播 所幸这位学者并没有狙刀自傲 而是在求证之后 他难的接受提案里的指证 世后提案里获得了神之眼 还是他最希望获得的草系神之眼 相信也是因为草神作为智慧之神 他让提案里对知识的态度 十分严谨 而且在权威的学术会议上 以为旁听生的身份 但也指出权威的错误 并且说出具体的原因 所以赤下了神之眼 好了 以上就是我精选出来的提案里冷知识 如果觉得有趣或者有帮助的话 还会点了一键三连 大家也可以转化拓展点 更多朋友 大家有什么冷知识补充的话 也才在弹幕和评论畅所欲言 有时候不懂的 也才在弹幕和评论提问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 相信各位大家也会热心 报价的 最后当然是要收藏一波欧气祝福 就说三连端注 点赞小伙伴 小伯理不爱 小角色武器 通通报回家 我会持续刀笑 更新更多都有趣的视频 感谢大家的端注 点赞三连支持 下一视频 再见啦